随着时代的发展 井冈山精神的教学方式 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创新 除了有现场教学 体验式教学 拓展教学 极具特色的短剧演绎 更是让学员们耳目一新 近年来 井冈山周边的交通也越来越便捷 全国各地的队伍相继来此进行培训 2018年 井冈山共接待学员50多万人 旅游人次达1800多万 与此同时 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人 来到这里扎根 井冈山的教师队伍 也越来越有活力和朝气 看这就是我们年轻的老师们 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的同志 包括一名党员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工作 我觉得特别的光荣 最大的意义就是一种传承 要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责任 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可以通过 这些红色培训的一些历史故事 汲取到很多很多的正能量 我们作为新时代 更是应该传承红色的基因 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 对我们在新的时代 坚持和发扬井冈山精神 更好地做好我们的工作 坚持好我们的生活 都有很好的现实意义 我觉得这种教育非常必要 而且对孩子特别是 生长在新时代 虽然我们的物质生活条件 有很大的改变 但是我们精神上 这种精神是永远不可或缺的 革命烈士们的那种抛头颅 散热血的那种精神很伟大 我要传播它们 我在每一次讲解当中 游客们给我的那个大拇指 就是我心里一份快乐 从你的爷爷到你的父亲 再到你 然后再到最后结尾部分 那个小姑娘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在每一代人的心中 都在不断地传承着 其实我很感谢爷爷 他指引我 从事了现在这份事业 原来自己的专业 可能会对金钱更感兴趣 因为就像爷爷说 他说既然你在井冈山 从事于现在这个工作 也许经济收入会少一些 但是你带来的社会效益 政治效益可能会更大一些 目前来说 我也在加紧不断地翻译 也希望能够用英语 用国际化语言 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 这应该也是 爷爷当初的这个心愿 更好的讲好我们自己的故事 讲好我们中国的故事 最后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你觉得你身处的这个时代 给你带来了什么 我觉得给我带来的是 自信信仰和责任 因为我曾经接待一批外宾的时候 发生一个也比较有趣的故事 外宾来到了我们的慈品镇 当他们看到这么漂亮的一个 花园市小镇的时候 他们非常的惊讶 我当时问他 我说你们惊讶什么 他说九十年前 毛泽东真聪明啊 找到这么一块山清水晋的地方 建立根据地 我就笑了 我说其实在九十年前 井冈山还只是一个人口不买两千 产股不买半淡的 可以说是贫瘠之地 大家都生活得非常的穷苦 那么其实大家看到的 如今这么漂亮的一个花园市小镇 看到我们如今这么美好的一个环境 其实都是改革开放以后 我们慈品建设的一个成果 井冈山的一个发展变化 只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缩影 一个窗口 所以当我们描述 我们中国取得日新月异的进步的时候 我是非常的自信的 而且我也觉得自己有责任 去把这个中国的发展 去告诉来井冈山参观旅游的一些朋友 我想这么多年轻的 优秀的红色故事宣讲员 把我们的井冈山精神传扬得更远 把我们的中国故事讲得更加国际化 讲得更好 爷爷一定非常欣慰 其实我觉得刚听了那么多故事 真我们也受到了洗礼 受到了震撼 其实我们经常说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所以每一个中国人 对于我们中国的革命历史 对于我们的红色的来路 都应该去了解它 并且也都有义务 去讲给世界上更多的人 让他们也更了解我们的中国 所以在讲好红色革命故事的时候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参与 感动更多的中国人 也让世界更了解中国 谢谢